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在《风水明地》中 有两个盗齐龙的地 一直以来都是令无数风水师 省晚并争相学习的圣地 其中一个就是由风水祖师杨云松 在江西勒安县为刘坑董事所占的斗牛行 另一个就是现在我要分享给大家的 由国师吴景阮所签的《游风细碟行》 根据人子须知的记载 此地是张忠定的祖地 张氏后人中不仅出了张忠定这个副宰相 另外还有两位封侯近似五十多位 其他围观者一百多人 我们知道原子须知的作者是徐善记和徐善树 而此地就在他们的老家江西省德兴市 正所谓进水楼台先得月 所以两徐这对鸾身兄弟当年就考证过此地 并会有详细的手绘图 他们在考察后认为 此地的龙心尊贵 落脉垂丝 龙脉行走在平坡之中 累累落落 重重过下之间 护从周密 江陆菊的时候 气脉又如抛梭 撒猪 支悬走弄 七闪万转 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美 有了这样的龙脉 又怎么会没有非常棒的学位呢 由此可见 徐氏兄弟对此地不仅喜爱 还颇有感触 他们说 于兄弟出场果粮丹灯广光数次 莫测其傲 勃难推球 尽义无凭 后获学法真传 史之奇妙 妙在雪也 这说明在当时 这里的路途应该较为偏远 所以他们多次带上钢梁和雨伞 前往考察 在一开始因为找不到理论的依据 所以看不懂这个地方的妙处 而直到后来他们得到真传之后 才领悟到此地的奥妙 雪新妇说 祖宗耸拔者 子孙必贵 此地的太祖山 耸拔尊荣 它是海拔 一千三百八十米的 高岭天池峰 在太祖山下麦之后 龙脉如羊群奔走 然后顿起三座巨大的山峰 实地测得他们分别位于人盘的 迅、四、丙方 这和人子须知所记载的数据完全一致 而这正是武警囊所说的 前有三峰 后有七星 水峰八字 光显无雅 此地的龙脉在少祖山下麦之后 如走马串珠 左右摆弄 在将结学时 起了一座原正秀气的舞曲心 继而入手如风妖 龙脉在转身之后 开出短前 翻身逆向结学 立向正朝少祖上 为标准的盗起龙 学商并不起底 属于懊恼天才心 学后有一条长沟 因此学商宛如一只蝴蝶 而龙脉将到头的两截 形如蜜蜂 所以徐氏将其贺行为 由风细蝶 在学顶处观望周边的商市 无论是后方的乐商 还是近处的巢岸和龙虎沙 无一不是原正光彩 开灭有情 四周的远商更是层层环顾 结学后的龙脉继续前行 两度顿起高顶 左右分布约九座圆商 并开出众多只脚 都一一巩固于学 这种结学后 龙脉继续涌药起伏 层层地高 并只脚回缓 正是盗起龙的必备条件之一 由于此地的龙脉力大无穷 所以远去之后 在尽头处又结金额暴暖行 是名师董德璋所下 曾出一上书 此地的详情 我们将在后面的节目中 为大家揭秘 我们知道太极图最初的具体形态 是由成团绘制完成的 我在一封会员群所讲的 七节风水源流中 也讲到了成团是确切的 曾文昌这一脉所传承 当然了 曾文昌的师父是祖师爷杨云松 这个大家都知道 而成团有一个弟子叫吴克成 吴克成的儿子就叫吴锦鸾 由此可知 吴锦鸾得到的是正统的阳宫征传 而知道了这些 在看游风戏蝶和斗牛行 竟然有着异曲同宫之妙 也就不足为奇了 经一封团队实地测得 沾中定足地 立人山柄下 兼害死 坐山在周天339度 管山水之情谊 见世人之浮城 我是一封许联斌 学习更多的风水知识 请关注一封说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